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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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哈嘲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21日 之前都说过拜登的脸书们、推特们 即是Facebook gate、Twitter gate事件 即是说Facebook和Twitter铺天盖地 将那些拜登和亨特拜登的信息不断下架,封人家的帖,封人家的帖,即将这一两天就会被传召,然后就应该会丧失通讯230的豁免权,暂时来说,是暂时的,应该就不会玩到那么困难,因为他们都属于纳斯特克指数之一,或者就是在通讯条例230那里,就加上一些条款,又未必是说, 完全撤销了这个豁免权,然后可能加一些罚则进去,不奇怪啊,那儘管看看有什么发展咯,但是呢,之前就说了,你其实欲丐就离张的嘛,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欲丐离张呢,就是你上Google打亨特拜登,跟着去找一下照片啊,各样呢,他又真的没有了,喜有此理,于是乎呢,有一家东西就叫做Azios,Azios呢,就是一家分析网络流量的公司来的, 而10月14号的时候,就有个独家报道是关于这个亨特拜登的通污门,对啦,为求简便,现在都叫通污门就算了,那你发觉呢,你就算怎么封都好啊,就是他将纽约邮报的帐封了嘛,但是10月14号时候啊,就这样单日计啦,都在Twitter和Facebook那里,你如果说主动点赞各样的那些,就是你看完你未必点赞的嘛, 就是去like他啊,或者是转发那些,那我们在说like或者转发各样呢,一日之间就产生了259万次的流量,就是互动啊,不计你只是看了,而这件事啊,比起其他消息来说呢,是多一倍,就是更加令人关注,而事件在一个星期里面呢,你研究的不是未被打压的内容哦, 你研究的呢,是被人打压了那些内容,就是去尽量封杀那些内容,那你发觉啊,在一个星期里面仍然成为十大新闻里面的一半哦,在10月来说呢,获得互动数量最多的6篇文章,比起这个10月惊奇的第一单,就是Donald Trump染病啊,就差一点点而已而已,就是这两单东西是同等去吸引人的眼球啊,大部分都是Facebook啦,阻止不了Facebook那个传阅啊,目前来说呢,预计22号时候, 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就会传召那些CEO,Facebook,Twitter那些出席听证会的啦,现在他都在挡这件事的,所以那个目前来说,那个传召呢,在被人推迟着,那当然就是因为民主党那边可能还在想着,怎样出招去应对啦,都要跟Facebook,Twitter那些谈啦,Facebook,Twitter,落了重注落这个拜登身上的哦,有了那些政治捐款各样,有了人走过去拜登团队那里的啦,他们啊,已经流了口水想拜登当选啦,所以啊, 你找他们做这个,言论审查平台的把关呢,他就不是把关啦,他把个屁啦,那还有,之前,总统辩论的时候啊,拜登就被这个,特朗普逼出了一句的,虽然第三次辩论有得识咪啊,那句就是说,我个儿子的东西不关我事,那这句就真是最正确了,证明他不是一个诚实的证人,是不是一向都不诚实的啦,没得做那时候,经常在说,哎呀,不够钱,臭仔啦,好惨啦,扮穷啊,这个人,大佬啊,你乌克兰那件事, 大佬来的嘛,你,狠狠地到收几十万一个月啦,是不是这么说啊,还有10%华信能源的股份,几多人梦味以求获得的一个数量啊,你真是不知道啊,他都叫名成利就啊,都叫做个副总统啊,还这么贪财的,啊,可能啊,你这些有朋小吃,对啊,调转读啦,什么小朋友这些东西,是需要很多钱的,当然啦,你又要暗口费,那还要安排这样那样,那里很多钱来的嘛,没怪乎那么听话啦,他知道, 有朋小吃这样东西啊,在美国来说是禁忌来的嘛,你又玩得过瘾哦,有朋小吃哦,这些照片太过路骨的时候呢,甚至乎那些媒体各样的,啊,这次不关把不把关事,不关Facebook,Twitter事啦,而是你真是不可以传阅这些东西,呃,就是怎么说啊,是要保护那小孩,那所以啊,只是看到那些手手脚脚的而已,就是除非你说,你玩的那些是猪鱼咯,猪鱼宝啊,那朱利安尼呢,啊,说了你听的啦,他只是爆了5%的, 就是,即是,接下来还有大把料爆啊,啊,还精彩啊,之后,他不是空口讲白话的人来的哦,就是朱利安尼,你知道啦,他做纽约市长的时候,政绩标柄,你现在民主党那些啊,就陷入一个,搭右肆不搭右肆的局面嘛,那和朱利安尼已经说清,说错的了哦,他说,这些料足够怎么样啊,用RICO法案,去搞定这个拜登啊, 那什么叫RICO法案呢,我想大家都耳熟能长,是不是啊 RICO法案就就是有组织犯罪控制法案呢,是美国的其中一条法案,1970年10月15号时候通过的,当时签署的那个人呢,就叫做黎克逊,二条法案呢,已经酝酿了13年了,全名是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而他重点打击的呢,就不是你的个人,而是整个团体啊,因为讲到明是有组织的嘛,Organization,就是你是一个集团来的,你不单只是一个人这么简单,而当中牵涉到的很多罪案呢,就是你都耳熟能长的啦,就是平时那些咯,打家劫社,偷骗,什么都齐啊,那你拜登,金特拜登那些,就加上那个奸人努力咯,就是以前呢,就拿来搞那些人呢,比如纽约方面那些黑手党啦,朱利安尼在纽约市长任职的期间,就用过这条法案,就是以前呢,就拿来搞那些人呢,比如纽纽约方面那些黑手党 1993年的时候用RICO法案,起诉了11个知名的人物,包括你那些Godfather那些呢,就是五大家族的首领啊,而其中里面呢,有个叫安东尼的人,被人判了多久啊,100年那么多啊,那你不就是中生哪有人长过100年的呢,是不是?你判得他啊,都46啦,46加100,难道他有140岁的命啊?这个人,又是朱利安尼的成名之作啊,用这个字啊,成名之作,就是他现在呢,你想,都想到啊,就是朱利安尼, 啊,拿着张纸,写着RICO,然后在拜登,啊,父子面前,想想想想,啊,这条是RICO法案呢?啊,你看看拜登父子还笑不笑得出,还是啊,十三,啊,快点转到污点证人呢,是不是?那另外呢,也都拿来处理过这个国际竹联,就是FIFA,有14个高层,2015年时候就中招,2020年2月的时候,RICO法案也都拿来起诉了华为,和他楼下那些市公司,指涉去偷科技等等,16项的罪名啊,这条法案呢, 这条法案,往后可能要多些拿来用啊,更加多的判例才行,很简单的嘛,现在人家真是非常之有组织的,而2020年8月的时候,也拿了来去控告这个离基戴维斯等等人,就指他们啊,在美国方面呢,美国的境内啊,进行很多的非法游说啊,干扰美国政府等等的事情,你RICO法案呢,有几个要素的,第一就是确定,谁先是要告那个啦,第二就是,他们是一个集体行为,第三是,他们是有模式的, 第四是,牵涉到直接或者间接的投资,和利益相关,第五是,他们有整个集团,第六就是,牵涉到州制或者国际上的贸易,那你看回拜登各样那些啊,哇,你可能牵涉到什么人啊,整个民主党内阁都要赶进去啊,奥巴马Gate,NilleriGate,FacebookGate,TwitterGate,全部进去啊,因为你是帮忙去封锁消息嘛,那么问题跟着呢,就是你230的豁免权呢,包不包了Facebook和Twitter的这些东西呢? 这些这样的犯案行为,如果包不到的时候,就是到底Rick好大啊,正还是你230大,如果Rick好大一点的时候啊,你就要拘禁这个Facebook的猪黑白隔和Twitter了啊,换回一百年,那你家公司仍然可以继续运作的啊,喂,可能牵涉到FBI在来啊,不过你又要他负责检控,哎,没乖乎啊,近日立刻跳出来啊,这件事跟我乐视无关, 就是到时拉倒自己就不好意思啦,尤其是你那个负责小孩部门那个人啊,就是拿着那么多有贫小吃的证据,竟然都不走去动阿亨特拜登,事何居心啊,还是怎样啊,你调查要9个月那么久啊,说不通的嘛,那些东西,就是至少都失职啦, 那朱利安尼就非常之有信心啊,这次啊,那就期望就是欣赏她的大作啦,那很多东西啊,就全面了,你也解释到为什么啊,当日2月的时候,明明是已经铺天盖地,很多的疫情,而YouTube,以及全球的媒体,包括在美的媒体啊,都在这里刻意这样去遮掩着这个武汉人士到处走的这个事实,而且没有提高到人家的警觉性,再加上这个WHO啦,咦,其实Rick好应该点名为WHO啊,是啊,竹席谭, 书记进去坐10个8个都好啊嘛,那你又数一数,拜登的历史啦,其实啊,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拜登已经是美国国会里面非常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的一个亲共派的主力来的,就是克林顿那帮人呢,啊,常常玩在一起啊,就不知道是不是,啊,传闻,希拉里都喜欢的嘛,就是这些有贫小吃,哇,惨啊,你想想,如果啊,牵涉到克林顿的时候,你知道啦,克林顿就更加啦,他是因为什么而下台的啊,就是因为 因为啊,不过他那时候那个不算小朋友的啊,哇,来温司机不算小朋友啊,司机来的而已啊,而你说什么时候弹起呢,拜登,就是08年了,由奥巴马上台开始就弹起,你说那些事件有没有那么巧,有没有关联呢,可能03年布殊上台的时候,被人困了去,搞伊拉克啊,整件事就注定,08年时候就有一个风暴来临,而这个危机啊,又正正好,经常运用危机的嘛,运用到这个危机的时候,推个代理人上去,哇,那就终到盆满滑满啦,你可不可以这样想啊, 就是啊,就是啊,奥巴马这些很明显,就是美国境内啊,最大的一个反对势力啦,对不对啊,你说着天福盒里面那些小丑啊,他很明显就整个集团啦,找Wico搞定他啦,这个不是拜登啊,是拜金啊,拜金主义,不是拜登,是拜金,而2012年啊,2月17号的时候,当时,拜金,在加州时候啊, 原来他跟我们的习大大啊,都是一面之缘的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华尔街日报报出来的,2012年2月17号时候的新闻, 华尔街日报报出来的啊,就是两人会面的当日啊,美国能源公司Greyfone,就获得中国的曼向集团,高达12.5亿美元的投资,当中啊,4亿多呢,是,就是30亿港币啊,是摆入去股权方面的,那其他可能买设备啊,各样啦,这个也是, 代理人A進租 拿到的第一筆大生意 我不知道他收多少A進費 不會那麼浪 不會國會那裏過給他那麼浪 他應該成立些學工師收的 壁街 是不是 又不會去過名字 講回2008年9月時候 今次就有個黑仔 叫克里 是美國前國務卿 亨特拜登和克里的養子 克里斯特弗凱恩之 一起創辦了一個叫做Seneca Global Advisor的公司 這間這樣的consultancy firm 正正就是促成了中國萬向集團 是美國GreatPont公司的那單deal 那萬向集團是哪間 他是一間中國最大的汽車零部件製造商 而GreatPont就是美國的一間能源創新公司 即是那些新能源 Green New Deal那些 即是賀錦里很想推那些 所以就說整個綠色集團 即是環保各樣那些 都跟他們很有關係 再加上美國能源業那裏 如果你給這個Green New Deal搞定的時候 其實能源業會喪失很多的工作機會 即是為什麼 你入口就可以了 那些能源 那結果你跟誰入口呢 但是時至今天 你是無須要做這些事情的 因為你有業癌器 而拜登當局 似乎對業癌器都不是很鼓勵性的 如果你說回第二單大交易 即是特朗普那些 A big deal A good deal 加下原來他不是創始人 創始人是誰 是拜金 如果你說art of deal 似乎拜金才是最厲害的 第二單大交易 就在2013年時候 牽涉到10億美金 12月4日至5日的期間 當時他又做副總統 訪問中國 和習大大會面 Hunter當時也一起去 而這件事之後 10天 Hunter Biden就做好了第二單交易 牽涉到10億美金 2013年12月16日時候 這個渤海華美出現 在上海那裏 註冊成立 當初的規模 就是10億美金 就是這筆 半年之後 都是《華爾街日報》說的 2014年7月10日的報道 那間渤海華美 BHR 他的規金 基金 基金規模 已經上調到15億美金 就是隨意上調 你有資本入就可以了 真的賺到盆滿盆滿 但是 隨著這個拜登下台 黑天鵝 這個Donald Trump上位 他們當然做少很多生意 你說Hunter會不會 非常之不勞 當然會 都不想交棒 16年之後做少多少生意 但是 你有機會復辟的時候就OK 所以2019年的時候 又有一單 當時Hunter 跟拜登 你不要以為他痛改前非 才行 當時 2019年7月 跟拜登一起出訪北京 跟李長生會面 那沒有 他們說這些是正常社交活動 李長生就是 渤海產業投資總經理 是渤海華美的總裁 而Hunter 就有渤海華美10%的股權 又是 做的事 10日 永遠都是10日的 按正常的規矩 你做到11日12日也好 剛巧又是10日 就是走的程序 是一模一樣樣的 拜登離開中國 之後10日 為何要隔這段時期 第一可能要搞文件 第二可能是瓜田里下 所以等他先走了 然後走了之後10日 Hunter就搞了首尾去 Seneca 就是剛才說的那間顧問公司 就跟中國銀行 簽了一單10億美金的刁 哇哇哇都是10億的 那你覺得10億美金 就是差幾億港幣 多不多 又講下這個 渤海華美 在渤海那裏 中國和美國一齊 成立的公司 那就是渤海 然後華 然後美 渤海華美 渤海產業 就佔三成 上海豐實金融服務 就佔三成 有一間叫 Anju Investment 就10% 桑頓集團 10% Ulises Diversified 10% Skinetalus 10% 好啦就是講這間了 Skinetalus 就是Hunter Biden 在中國的Agent公司 哇 真的 大哥啊 賺這麼多錢 拿了錢就回家養老了嘛 加上這麼多東西 是不是這麼說 不過又不行的 如果你沒有把柄落在人家手裡 可能我說的東西就成立了 那問題是什麼 都怕被人爆出來的 會被人用RICO法案搞定的 不過今時今日 都是RICO法案 那他是想給自己人搞定 還是給其他人搞定呢 誰最明輕一點呢 那就看他們笑到多久了 好 今天講到這裡 今天講到這裡